傻眼,中国党官池源疫区被曝狂拍照扔防护衣中国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COVID-19下称武汉肺炎持续延烧。 武汉当地资源匮乏,医疗系统陷入瘫痪消息频传。 近来网络上出现许多温馨、雪中送炭的影片或照片。 不过有网民直击,有人在街上穿全套防护衣集体拍照后, 竟把防护衣拿来擦车,随后丢到垃圾桶,且这不是第一次。 而是每天都在发声。 综合媒体报道,网络上流传一段影片,拍摄地点在武汉市江汉区长青一路复兴汇域复兴城南。 从影片可见,多名疑似中共官员在街头穿防护服。 拿着中共党旗拍照,拍完后他们脱下防护衣。 有的干脆拿来擦车,有人则把防护衣扔进垃圾桶。 有网友转传影片表示,这种场景令人不得不相信天灭中共。 是老天爷让这些党员鬼使神差,全部跑到武汉去摆拍抢工,最后一起去见阎王。 庞白还表示,这种场景每天都有。 对此,将汉区汉星街办事处解释, 致部分社区工作人员为鼓舞士气,记录工作。 在休息时间和影留念,途中的旗帜也非党旗。 无限感叹,浪费防护衣,真的会遭天遣。 办事处还称,这些工作人员所穿的防护衣为汉口银行自备,并非街道或社区提供。 对于工作人员拿防护衣擦车,丢进垃圾桶等行为,将进一步规范管理。 避免口罩,防护衣随意被丢弃。 据报道,北京一声令下后,各地党官纷纷带队持援武汉许多媒体的头条报道。 常客见到拉起党旗或是举出某某医疗对棋子的照片。 火线入党的宣传影片也不时出现,就在党官们丢弃防护衣的同时,武汉和各地的医院都正面临防护装备紧缺。 甚至有医护要赤手空拳,一批批感染甚至死亡。